除了我之外 她不能再害任何的女人 她妈怎么办 不 我说的是这种爱情 不是说 那叫座名国号爱情 又国号 女儿呢还有以后 第一 我这个 第一我婆婆已经不在了 第二我不打算要孩子 所以这个女人的竞争 我是没有的 完胜 完胜 对一定要做到 要打击就打击 一干自打死 你看这个打凶了 万一一下子 她缓不劲了怎么办 会先潜伏的 给你一箱 对 然后这个 首先你除了我以外 你不能爱别的女人 其次呢 你要全力支持我的工作 这个在我加班 这个等等的 这时候呢 要主动接送 然后这个 毫无言言 家庭生活上的 这个谁有能力 谁输出 如果由于我工作太累 需要卧床休息的时候 这个先生要 这个注意我的饮食调养 就是家庭的里面呢 就是我是 有两条家规 第一条我是正确的 第二条 如果我有错误的话 请参阅第一条 就是 真这么写的 真这么写的 就是欺负我没看见 我真的是这么写的 那你老公 不是 我关键这老公 怎么他又签了呢 怎么 他在什么情况 他是人质 神志很清醒的时候 我肯定没给他催眠 肯定不是在 心理医生 最会看的就是催眠 你不用家庭暴力 你用软暴力 老公被迫就范 这是很可能的 我觉得愿意这个签协 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不是我们所说的 忠诚协议 而是一种什么呢 维护和精英婚姻的 一种手段 对 然后通常呢 我们这个忠诚协议 分成这么几种 你们听听啊 我遇到的 第一种呢 就是说双方婚后要恩恩爱 白头偕老 不离不弃 如果谁提出离婚的话 谁就净身出户 心身出户 但是它的前提 大家注意到 是以离婚为前提的 对吧 第二一类呢 就不是这样了 说老公啊 不许有婚爱情 不许有其他那些 有暧昧的转性往来 不许有一夜 对 一夜停也不行 等等 这些呢 他之后是以什么呢 他说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将赔偿女方一百万 他以赔偿的方式出现 不离婚也没关系 但是他不故意 不是没关系 不是没关系 对 还有一类怎么约呢 说这个 如果发现南方有这种婚外情 怎么样呢 就是家里所有的财产都归女方 包括南方的婚前财产也归女方 嗯 这是这个是惩罚 这个呢 不是赔偿条款的 他是直接把财产 夸 挡到自己夸 就是我的是我的 你的也是我的 我们的还是我的 对 你会得非常的清楚 和透确 这种东西我做的 你做的 我是没有 但是 待会咱们先做完 待会我很经常 燕姨的这种方式 就是说 既有了一个忠诚协议 但实际上又不涉及到 一个严格的财产责任 这样的话 我觉得婚姻女的 这两人的忠诚 是主要靠感情来稳固的 而不是说你强制靠一个 什么法律条款把它维护 所以忠诚协议 应运而生的前提是什么呢 因为我对我的婚 请不吝点赞